自己收視啊 表現不錯 然後有沒有把胡瓜視為禁敵 欸 哪裡哪裡 我們這個現在能夠創造 目前這樣的收視率 我個人是已經很滿意了 那麼畢竟休息很久了 你知道嗎 其他所有在線上的 不論是資深的主持人 或者是新進的年輕的主持人 節目是非常多樣化 他們的努力呢 不是一天兩天的 那當然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 任何一個人新的節目一出來 那除了聲勢以外 那基本上還是要靠經營 經營很重要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嘛 我已經覺得非常滿意了 那其他的節目呢 他們在休息這段時間 其實我的生活的娛樂 都是來自於他們 所以我把任何有同時段 或者是在我們線上工作的同仁 把他們的這個視為非常良性的 互相接近的一個競爭的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空間還很多 想要一下要稱霸 也沒有那麼大的雄心啊 主要是我是想出來 多跟老朋友再碰碰面 那這一次就是 金元宣的那個部分 說是蠻高的 之後會不會 考慮找一些其他的 昔日緋聞對象 比如說張慧啊 或者是 那個其他的 當然 是 我 一開始就有講 我這一次是出來 要透透氣啊 回到過去的工作崗位 最大的目的就是多見老朋友啊 講到的這個江慧啊 還有其他很多我的好朋友啊 當然我很希望 但是我知道非常渺茫啊 這個二姐呢 這個他的歌聲啊 這個自從他說風邁以後 其實我們不要講觀眾 我個人都已經覺得 哇這個失去了一個 就當然我們還可以聽到他的歌 但是我們會覺得 哎呀但是好像就覺得 這個人離開我們蠻遠的啊 就覺得有一種遺憾 那我當然也有想說 有沒有可能 來訪談 訪談 訪談 聊聊天啊 甚至於是 哪怕是 炒個菜啊 哈哈 這都是我的 這個夢想 當然希望有一天能夠實現 還有很多老朋友 我想 因為我想涉略的 那個來賓的對象 不只是在線上的藝人 或現在的電影明星啊 我是希望能夠 發到一些 年代更久遠一點的 像什麼藍霄林啊 啊 這個 就很多了哈 楊小平啊 這些 這些 那因為 在那段時間 他們在 有一些年長的觀眾朋友的 腦海中 留下了很多那個年輪啊 那種回憶的那種那個 印象 但他們都再也看不到了嘛 現在也許 現在的資訊 大概四五十歲以上的人 就不一定能夠完全接受現在 新的綜藝或歌唱文化了啊 所以這是我這次出來的目的 我希望我們的節目是包羅萬象 各種形態的啊 形式的 歌仔戲啊 黃梅調啊 甚至於評劇啊 我們要能夠把節目 年齡層 服務的年齡層 拉高到七八十歲的啊 年長的長者 這是我這次出來的目的 當然那其他就是我要學習啊 我還是要 我也很怕就落伍嘛 希望我的人生生活資訊 能夠跟著年輕人一起走 這方面 除了我的運動語吧 我都 這個 一般人一定也跟不上 但是在其他這方面的時候 我都一直非常 努力精進的 欸 我不會讓光陰虛質啊 我這個人是 喜歡學習的人 欸 還有呢 所以你都怎麼認識網紅 喔 這個網紅我是當然非常注意在看 因為它是新興的文化 它也是我們現在目前 演繹或者是電視框框的這個 進化史裡面的一個非常 劇烈轉變的啊 這個轉利點 呃 所以我們 多年來一直從事在收音機 電視啊 有線無線啊 CD啊 唱片啊 卡帶的這種生活 慢慢已經被年輕人在改革啊 在進步 在革命 那我們必須跟著時代走 那我怎麼注意網紅啊 我常常跟著我兒子啊 我的朋友的年紀 平均年齡都是30歲左右啊 大家常常搞錯了 以為我的朋友大概都 七老八十的 其實沒有啊 我的朋友可以從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都 談得很開心的 因為 他們每個人跟我聊天都會發現 唉呦 小菲哥你的資訊 你的電腦 你的手機啊 那種 你幾乎使用什麼 都不輸給現在的人 沒有脫節啊 所以我很怕脫節的人 所以我 主要是我喜歡追求心 我也一樣 除了保有固有的那種觀念思想 在文化跟生活的一些進步啊 我都不會落後 當然經常會諮詢這些 我甚至於自己去看啊 有的時候 除了去送一送 星星啊 送花以外 碰到我特別喜歡的網紅呢 我搞不好有時候會送個 一萬塊 兩萬塊 這種事我也是做得出來的